下载里面有两个档案 我们是先下载出口 再下载进口 就是你用修改日期来去排序 因为你从表面上 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档案的 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改 这个叫出口 而且我会把 2021年的11月 把它标示上去 Enter 因为这些该做的事情 全部都做过 然后这个呢 叫做进口 202111 1 上载直接 好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 就是 我们会产生两个CSV档案 重点是 这个出口资料 出口资料 记得 里面内容要贴到 这个出口 资料夹里面的 这个档案的最下面 可以了解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图是不是只有画进口 所以我只做进口 可以吧 然后等一下 我就是要给你们看 点完这个重新整理之后 这边呢 要出现 2021年的11月跟12月 这边还会多一个点 叫做2022年1月 就这样子而已 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件事 就是 所有图表你不用重新再画 你只需要 把适当的资料找出来 放到适当的位置 那 好 我就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个档案 进口202111月 进口202111月 快速点两下打开来之后呢 是不是我可以整个全选 整个全选 对不对 好 全选就是Ctrl加A Ctrl加A 这样就全选了 然后复制 接下来呢 回到刚刚资料夹 找到进口 这个 这个进口 打开来之后呢 到最下面 对不对 最下面 我卷球拉到最下面 然后这一格 这个 A9242 然后直接点贴上 那这一列就可以删掉了 对不对 这是标题列 我暂时不删 我只是想说对一下 你知道对一下 对什么 对最后面 是不是都对得刚刚好 你 你资料是来自于相同档案 你资料来自于相同的系统 没有道理 难未对不起 对吧 但是很不幸的 你要知道 中华民国多少年 很多年 对不对 不是每年都变 就是可能几年之后 他就会变 换厂商 换系统 什么公文系统 是不是有的 新公文系统 这样听得懂 栏位差不多不会变 但是就是因为换系统 还是会产生变化 你要记住这件事就好了 这样了解我说的意思 好 像我在整理那个环保署的资料 我那个我当然只要给就是我去环保署交书的这些学员 为什么环保署付给我钱让我去交 那别人他没有付给我钱去做这个环保署资料的清理 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这里面因为环保署的资料你要你现在你要知道拿到50年的资料知道多宝贵吗 对不对 他里面跨的绝对不是一个系统两个系统 他可能跨了跨了很多的系统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这是资料的珍贵 是无价的 请不要用那个那个金钱来去衡量 你要资料你可以啊付学费来好好的学 这才是重点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这是你们现在一定会做的事 可以了解哦 你就要小小心心直直细细做 然后我就把这一列删掉了 你知道我刻意留标题列的目的就是让你去对一下 看资料是不是整整齐齐的 好 卡属右键把这一列删除掉 然后接下来这个这个进口点CSV是不是就储存了 然后4关掉 储存 4 那这个就不用去存了 这个根本就没有改 你只是很单纯把全部资料全选复制 你并没有做任何修改 所以就直接关掉 可以吗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还不能中断 因为你回到你的Power BI只需要点这个重新整理哦 我们要见证 见证这个资料分析ETL工具 它很棒的地方 全部自动完成 然后这边会整个直接算出来 眼睛不要眨 因为这边资料是需要花时间处理的 所以我们现在拿到的是月的资料 如果你有机会拿到日的资料 如果你有机会拿到日的资料 拿到各公司每日的资料 然后我要告诉你 那个是几百美资料 那如果你现在希望拿到更多年 那这边你绝对可以去喝茶 再聊一下是非 再回来它就处理完了 这样听得懂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出来了 11月12月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2022年 这个点 是2022年 就是在这里 2022年 唯一的一个点 你看2021年 它其实它的进口需求落在8月是最高的 可以了解吗 好 那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所以其实这时候我们先不去管 可是你现在你一定要学会这件事 是因为你每个月 你一定要至少做一次 这样可以了解吗 其实可是不是很困难对吧